台北市公管地區有一棟住宅 疑似是老舊 在昨天下午六樓瓷砖突然脫落 砸中了下方三樓的花盆 还有二樓店家的招牌 那么一堆碎屑就这样散落到路面 害得一名骑士闪避不及 失去平衡 自摔倒地 而另外有骑士是在行经 新北市板桥大汉桥下 疑似没有发现前方刚刚发生事故 直接冲撞横躺在路中央的机车 而骑士是连人带车重摔倒地 女骑士骑到一半 天上突然落下大批小石块 骑士根本来不及闪 一个重心不稳 直接雷残 惨摔倒地 还好后方叫车反应快 进击刹车 没酿成大祸 但自摔发出的声响 吓坏附近民众 我那时候要去菜市场 我正好电梯坐下去 碰好大医生 那个摩托就是摔跤 我以为是车祸 打到那个 打到我的那个招牌 这么跳下来 三个字 天将横祸就发生在29号下午三点多 台北市中正居厅中路上 这栋乌林近40年的民宅 疑似因为太过老旧 六楼外墙磁软脱落 往下砸中 三楼花盆和二楼店家招牌 三楼的碎屑害无辜骑士自摔 全身擦措伤 女骑士由于伤势不重 占不提高 但骑在路上也要留意路上突发状况 绿灯亮起 骑士催油门加速前进 但万万没想到 桥上暗处有一台横躺的机车 看到是已经来不及 骑士连人带车翻了180度 重摔倒地 惊险车祸发生在30号早上 大汉桥下疑似刚发生擦撞事故 还来不及开警示灯 就让执行机车二度追撞 发生第二起车祸 马路上突发状况多 民众只能随时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谨慎再小心 记得台北新北众号报道